在网上 以前不知道的时候 早上很多纠纷 今天没有纠纷 是因为都搞的 所以我们去现场行为 意思是我们有什么时候 在现场看的 有多少人看呢 所以大家发现没有 我们的行为艺术 终于可以发生在偏远的 贫穷的 奇怪的 从来没有人去的地方 但是我们还能看到 因为它通过影像 而影像是传播 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 那行为艺术 通过这种方式 被传播被研究 你们不觉得 它已经被取消在现场行 被取消在行为行 我们才有可能 把这个事情延伸到 另外一种媒介 对不对 另外一种媒介 这是个问题 但是 你不这样又怎么办呢 所以艺术的问题在于 当我们提出一个价值目标 要反对前一个被 堕落的或者被 歪曲的 沉浸在价值目标的时候 但是最后还是没有逃脱 你沉浸反对过的价值目标 别是收藏 今天行为艺术家 他们也要生活 对不对 他们要生活 他们都意识到了 我的行为艺术 重要的不是观众 重要的是 请一个专业的摄影师 拍照 什么都是假的 拍照最重要 拍照重要的 那么展展重要的 版权明确的 拍照的人就不敢说 知道的错 但是前面就出现这个情况 是吧 那么 所以大家发现 是艺术它一直在一个内部的 自我否定中间 这个其实很 我不认为我刚刚讲的这个事实 说明我们的艺术后面 现在相反 这刚好说明了艺术的一个特征 就是艺术发展 如果我们回到某种形式主义的解释的话 这就是一个内部动作 它不当地自己反自己 对不对 它不当地自己反自己 那么今天的问题是 今天我们不是行为艺术了 今天我们是多媒体艺术了 对对对 在网络上出现的艺术了 今天的年轻画家画画不用纸画画了 他们在非常昂贵的绘画板上画画了 一画了就电脑上就流传了 但是他没有物理事实 那不是他画的是数字 我一画完了一点水产 一点东布朗的风格 一点反抗的风格全出来了 是不是 而且关键是他没有物理事实 它不是一个物理性的存在 那么如何收藏 所以今天所有的博物馆的一个严重问题是 我们如何收藏观念 尤其是观念不成形的时候 我们如何收藏一个数码作品 因为我给你收藏就给你一个碟子 背后都是一连串的数学计算机语言 是吧 对而且还有一个唯一性 唯一性如何导致 因为收藏跟唯一性有关系 你收藏跟唯一性脱离关系了 我们就不叫收藏了 为什么 因为收藏的很重要的动力是升值 今天观念 为什么说提出收藏问题呢 当它没有物理事实存在的时候 当它没有唯一性存在的时候 那么如果收藏 那么如果从对抗收藏 让艺术发生现场效应 那么这个观念是比行为艺术更现实的 是吧 行为艺术我刚刚说过了 它就是反对收藏 它是个反对被成型的物理样式 因为那样就会成为僵化的载体 是吧 我的艺术发生在现场 而且我在现场还有一个什么作用 因为现在很重要 现场意味着不仅行为艺术家 它在现场完整你的艺术 而且现场参与者是在记录你的艺术 所以如果你要我去讨论中国这么多年来的行为艺术 说坦白话 我不得不介绍一个非常优秀的专业 我认为是很优秀的 就是一个女的行为艺术家何晨阳 大概在2008年 我忘了 她的一个作用 我的母亲 然后我们通过这个诊读才知道 这个何晨阳的母亲是一个小线成女 原来是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 她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其中一个表现 每天半摸的身体在这里晃来晃去 你像一个女的一个风女人半摸身体在正常晃来晃去 这对年轻的何晨阳造成多么强烈的打击 她很长时间拒绝承认这是她的母亲 她觉得没脸 而这个作品是什么 这个作品回去她的家庭 跟她母亲一起赤裸上身 告诉别人听她说我很生气 我说场上我真的很感动 这里面有非常强烈的人形的力量 我记得我那一年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 在讨论那一年度的中国最优秀的作品的时候 我首先点了这个作品 我说因为这里需要勇气 我们每一个人闷心自问 不是记下我们的是勇气问心 因为我们很能够理解一个小县城 一个每天半裸在这正常晃来晃去的风女人的女儿 不敢当着别人的面承认她自己的母亲 这太正常了 而且她躲避抹掉这段历史 对不对 那么经过很多年的迂回 很多年的这个考验 她终于认识到她就是我的母亲 而且我必须公开的坦然的承认 所以她那个照片很感到她 她母亲终于上身造型 跟她母亲一起在镇上走 我认为如果我们对这样的作品 如果不施于某种感同身受的情感状态 我们都问一问我们自己的人性的哪去 对对对 所以我如果说里头中国这个行为艺术 这个行为艺术我就很感到 另外就是宋东 很多行为艺术面对明宗的 对对对对 这里面你发现一种价值观 就是艺术的平民性 这种价值观 我们总是认为我们的现实主义艺术 是强调平民性对不对 但其实很多艺术家高高在上 包括那些写思主义的画家 包括裂兵 他们画画是精英主义后 行为主义 他们画人民画工人画农民 他们这是伟大的艺术家 但他表现的是英雄主义形象 对对英雄主义形象 但是当我刚刚讲的这几个新闻艺术 从合成腰的到宋东 我认为他们是真正的人民 是不是 他真的在至少他的努力 我认为要成的 就是要缩小甚至砍掉 人为的艺术和平民之间的那个鸿沟 是吧 让他变成一个可理解的方式 所以我对宋东我是非常认同 而且很朴实 对对很朴实 甚至我觉得宋东这个艺术家 其实我跟他点头之间 我跟他不是很深 但是说坦白话 我认为很朴实 对 就没有那种 把艺术家好像要有一个价值 要有一个状态 我觉得宋东 反正我很舒服 嗯 就像亨相那个作品 我觉得很感动 那一年我记得我是编过一本书 我就说最重要的艺术品是这个 其他 就是说这个时候 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还是回来讲的 是吧 那行为艺术现在还在发展 我呢很有 现在是的确接受过几个行为艺术家的 比如说马六明 我跟他是朋友 他也不容易 他后来画画了 是吧 这个 那个丽兵园 对不对 对 我们曾经在湖北神龙家开过一些艺术研导会 又把他请过去 嗯 这个小伙子也很过瘾 我后来看他展览以后 这个好像是苗主吧 湘西来的 好像是 对吧 我记得应该是这样的 然后他在农村他的家乡的艺术 我觉得很结实 对对对 他对生活很敏感 我觉得 对 反正我看的时候我觉得 哎呀这个小伙子 对农民工 很有力量 比如说他加自己的水田 送给他加的水田 有个作品是吧 他不能往那水田上 Notice 放得最好 出账 然后我们在现场 因为我们真龙家 曾经做过一次很重要的研讨 中国新闻艺术研讨 我们把这个艺民员请去 是吧 那也做些新闻艺术都能看 这小伙子我也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他站在一个砖砌厅的一个柱子上 然后拿那个锤子 往自己下面敲 越敲越低 这个就是我所生活的这个现场 在广州这种大拆大件的这种过程中 经常看到这些人 没有安全的保护的状态上 这样子拆那个十几层楼高的这种房子 他就没人想到这个能够变成行为艺术 他就是变成了行为艺术 就是当我们真的是感同身受的时候 我觉得面对这样的艺术表达 我觉得我们已经不是欣赏 欣赏是个精英概念 我觉得我们应该感同身受 就是说如果说这个作品对你有打动 或者你认为它真的表达一种 你值得尊重的情感叫什么的话 那是因为你也感同身受 嗯 不再是欣赏 欣赏还是仰望 而且我觉得感同身受 它本身就是一种传播 对 啊 而且这种传播有直接性 嗯 所以所以行为艺术 这个跟我的研究的传播学 真的有一个东西 就是说 这跟我们加拿大有关系 加拿大学派 它其实就是一种视觉语言了 加拿大学派从伊迪斯到迈克罗汉 有一个很强烈的概念 就是说 嗯 自从有了文字以后 自从有了字母表 嗯 形成一个有规范的文字架构 形成一个有文字架构所形成的写作修辞的一个规范 嗯 形成了一个学术的一个框架以后 人和人之间的传播去缺少直接性 嗯 而传 原来在没有文字之间的传播是声音传播 是面对面的传播 就像我们讲话一样 我们这个讲话在传播学叫什么 叫人际传播 人际传播就连对了 对 我想起一个很简单的成语 言传生教 对 言传生教 这是江老师 言传生教 是吧 这是一个面对面 对 那么 麦克罗汉就预言了 电子时代将会带来一个新的状况 这个状况 今天我们已经太熟悉这个词了 叫地球村 嗯 地球村 global village 是吧 当中用这个词 但是呢 其实它更重要的概念是 当我们获得一种新的传播方式的时候 我们发现我们重新回到部落时代 就重新部落化 听觉对话和这种人际传播成为重要的方式 其实行为艺术 他想追着你 嗯嗯嗯嗯 当然了 前面已经说过 艺术的边界不断在变 当我们追求这个的时候 然后他必须被记录全场 以后他就转变成影像 转变成摄影 对对对 然后变成了史书里面的记载 又重新变成印算我 嗯嗯嗯 又变成了这个 学术书籍 嗯 就像我们拿几本书很神圣一样 嗯 对吧 这里边的这种转换 恰恰说明今天的丰富性 就是我们 我们当我们对这个问题理解的越深透的时候 我们还是觉得今天还是比过去更开 就是说我们 具有了一种可能的多样化 嗯嗯嗯 对不对 对 所以我再声明一次 刚刚所说的这种艺术边界的变化 和定义的互相矛盾 其实不是个坏事 嗯 它说明什么呢 说明我们要打开一个门 嗯 我们要有一个开放的结果 嗯 对吧 我们在今天这种状况下 我们已经不要求你的结论 是唯一的 嗯 是不变的 特别相反 这种变化中的状态 更能够引起我们的 兴趣 对 或者更能够激发我们的 想象 对吧 是吧 嗯 就像曾经有朋友曾经提问 这个问题一样 是的 为什么好看和一种是对立 嗯 其实我的回答很简单 当我们当我们习惯于一种曾经的欣赏标准的时候 我们就变得麻木 嗯 而让我们重视的艺术 它总是要用另外的方式提醒我们 能否丢弃麻木 嗯 好 既然丢弃麻木 你开始肯定不适应了 嗯 肯定不习惯了 对不对 呵呵 这很正常的 但是如果你赖下心来 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 你可能会有好的收获 嗯 当然你也可以不去面对这个挑战 你能回家睡觉了 也可以的 没问题的 是吧 好 这个问题我们留到下一个 好下一个再谈 再谈这个问题 好